台版N号房 创意私房论坛 因为艺人黄字胶 被撕开破口 引发社会哗然 想不到监禁溯源侦办 遍布全台上百名会员时 发现新北中和一名 补习班负责人 不但曾在网站购买偷拍影片 竟还在补习班内安装针孔 偷拍女学生如厕 把上百部影片上传 论坛贩售 是超恶劣 不是很恶劣 我听到真的 鸡皮疙瘩都一直起来 当然是要抓起来 放出来也是 我看这个实性难改 好可怕啊 观点没有用啊 我们政府真的没有用 全部巷弄内的补习班 竟爆出老师 偷拍未成年女学生 引爆居民大炸锅 回到现场大门紧闭 已经被教育局勒令停业 但检仅在补习班内 搜除偷拍器材 最正确走 负责人却在被升押后 无保请回 更诡异的是 事隔一天 苏信负责人 竟从警林监运中和站的 高级住宅坠楼丧命 死因为何 检方要项艳厘清 想不到无休事后 创意私逢出现动静 论坛被置换售业 兜搭协着创意私逢 就是犯罪 原来日前述发布 虽然封停了创意私逢 但仍然可以透过 VPN及非四大电信 连送论坛 骇客看不下去 发动毁灭式攻击 还是要看创意私逢本身 他是不是有没有备份 那假设他们是有备份的话 事实上创意私逢 还是可以定期如照 政府做不到 骇客替天行道 但就怕专家的担心成真 政府不给力 民众全破路偷拍恐惧 记者厘清红玉兰 新闻市报道